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郑叔 那个我妈跟我说您是圆板村 我怎么看过是方板村的 又重礼了一下 你郑叔为了见你 这一上高级的礼拜 把头发弄弄 花可贵了 耐克斯 对 耐克斯 耐克斯 高级你的地方 我也不一定好 就这发型啊 北京市长海边啊 剃头挑子 三块钱搞定 你喝呀 你喝 你来 这厨房再帮忙去忙 帮个忙 你帮我什么忙啊 有话你就在这说吧 那你就够不够了 行 我保证 从现在开始一个字都不说 阿兰娜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一下啊 不得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你你你自己在这坐着啊 坐坐坐着 正叔啊 您是真不舒服还是借口啊 我妈可说了啊 您这辈子三老四十 半个虚字都没说过 我真有点不舒服 我先回去一下 十何呀 我们赶紧再聊啊 啊 行 老程你走啊 你正叔走了 正叔再见 你想干什么 什么都没想要 什么都没干 就你这样子 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说你 我说你嫁不是不起 没人要你 那是我不想嫁 我不想捡到菜篮子就是菜 我要想嫁 分分钟 你说谁呀 捡到菜篮子就是菜 你说 你说谁 谁 臭你 就你这个样子 我这套号子 这辈子过 你找不着个好的 没错 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跟小流氓谈恋爱 现在看上我的是大流氓 将来还是老流氓呢 你说谁呀 你说谁老老流氓呢 你说谁呀你 你说我自己不行啊 你给我滚着下 你给我滚着下 我行吗要滚啊 你滚 我没嫁 这就是我的家 我就滚在家 再一天 爸 谁呀 阿兰娜 你别跟孩子呕气 那石河也是着急嘛 你跟石河说 这个事啊 我想办法啊 你 你现在这个事 我都明白 我跟你说 你那后门进去一个 前门啊 就得关外边一个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让他自己靠 自己努力去 好不好 你就请我领了 真的啊 你千万千万不要办 你要办 我跟你说 我跟你 行了行 我不说了 你明白行 阿兰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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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回来呗 跟我抱什么道啊 啥意思啊 我正式通知你啊 你已经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 我外甥女儿落榜了 你说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高的智商听不懂吗 听不懂你老人家跑什么单呢 请我吃饭呀 行啊 把你那天饭钱先给我 然后呢你再去点好菜买完单 我就出席 什么我小心眼啊 是你太不够意思你知道吗 你说咱俩这么多年了 我就小小地利用了你一下怎么定 再说还是一个双赢的事 这个社会讲究的就是双赢 懂吗你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开始享受我的美味早餐了 那事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拜拜 谁啊 我还不知道人 狗能打电话吗 老妈 那你可别这么说 现在小鬼聪明了呢 你没看那电视上演的吗 那小鬼会叫爷爷奶奶 娃娃这爷爷 娃娃琴奶奶 娃娃这爷爷 娃娃娃这爷爷 娃娃我咋你个人 娃娃娃这爷爷 哎呀这个北京小桃酥啊 松松脆脆好滋味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呀 不用 真的不用啊 真不用 咱家出门右拐小卖部 啥都要 自己跟我手 得自强 好 咋回事啊 嗯 小狗喝的 嘿嘿 好可怕 喂 哎呀领导 什么指示啊 没见过这样的妈吧 简直是极品 我觉得你妈挺有意思 挺爱的 你这是隔岸观火 没烧着你的皮 让你皮儿头 哎呀这俗话说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我们家这本经 特别难念 哎你不知道吧 我们家是不能打麻将的 会打出家庭大战 我嫂子精心 哎我跟你说过吧 我哥是黎勒在找的 说过 我嫂子刚跟我哥结婚那会儿吧 不知道水深水血 过年的时候就介意 我们这一家人打打麻将 热闹热闹 好吧 可这年差点没过去 千里赢了我老太太摔牌 我赢了万美老太太摔牌 万美赢了百山天赢了 我们三人当中有一人赢了百山 她也摔牌了 那当然了 谁赢了老太太 那桌子都会被掀翻的 我咋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妈偏心 偏心的顺序一次是 你哥 你大姐 你你二姐 你说的这个吧 至于表面性强 至于深层色的原因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家里人坚决不能凑一块 聊什么话题都可以拐弯拐到雷区去 在我们家所有的小事都是大事 所有的好事都有可能瞬间有好变化 然后按照一个迷离的轨迹发展 很快地到达市空招台 我们家只要两个人以上 包括两个人 在一块儿待着超过十分钟 准不出事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不正常也就正常了 去你呢 比他不正常呢 是 你去哪儿啊 去给我妈扫墓 回来该请你吃饭 本来以为你生火器 肯定会矜持到明天的 谁知道你这么痛快就出来了 那就先陪我去趟公布吧 行吗 你呢 你呢 不会不以为我是你女朋友吧 别拿这车开了 对不起 你呢 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听说李萌 从你这口气里边听她说你对你爸有些愿 谈不上愿 只是缺乏交流吧 她今天不说这个了 师哥 我觉得你妈可能有点老年孤独症 估计找个老伴就能好了 我妈就是那脾气 跟找老伴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她也没说要找老伴啊 不找不一定不想 我妈就是不想 我妈先里就有我爸 前几天在我 从她就都找了老伴 你把老伴有点调整我 なの 你不是多的老伴 是你成功的老伴 你自己没有想起来 我妈是个人的老伴 你想起来 我妈是你 你从少女时代 就显现出了妇女的特征 多疑 善变 好斗 不含蓄 简言之就是 泼妇 对吧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可没说 你信不信我泼你脸上 别别别 这万一让人看见 你个小两口吵架 没人拉 没人劝的 你说我是还手还是不还手 我要是不还手呢 周伯一那老爷们肯定得说我面 我要是还手呢 你老妈不得带着你们家 娘子军活剥了我呀 那倒是 你别看我妈跟我吵 谁要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所以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妈 那你还跟你妈吵我什么劲呢 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我纠结你一下 是她跟我吵的 石河 你知道吗 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经常想起一句话 子欲仰尔亲不得 老人在的时候 老人在的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地尽到孝道 等有一天 他们不在了 我们的心里填满了后悔 那你还愿意吧 那你还愿意吧 好吧 你什么时候走啊 要不咱俩搭伴走 算了吧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还是先把你们家老太太安抚好 跟自己妈求和不丢人 不是 我跟她和解用不了一半天啊 等等我呗 等你没笑意啊 你也是开车回来的 咱们俩搭伴走 又省不了油钱 又省不了过路费 你要是把罗小焦电话给我呢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你想那么爱 我告诉你啊 你跟罗小焦没戏了 这死丫头这回没帮上我 我不想跟她干什么 我就想替你当面质问她 做人怎么可以这么不仗义 不用你操心 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增进跟你爸的交流 看什么呢 虽然是个老姑娘 可也是个大姑娘 有这么直勾勾的盯着男人看的吗 别胡扯啊 那死是我前二姐夫 你前二姐夫怎么见着你就跑啊 肯定没好事 得了 你们家的事我就不参与讨论了 下车吧 我先闪 那你等不等我呀 等你到明天中午 你要还解决不完你的家庭矛盾 我就先撤了 走 走 清禾 快来 稍等 我马上留 苏凯文是来找你的 是啊 找你干嘛 你猜 什么猜不猜的你赶紧说 他 找我想复婚 复婚 你答应了 我没答应 我就是说考虑考虑呗 还要考虑考虑 记吃不记打是吧 身上那些伤疤不疼了是吧 我就是说考虑考虑 我又没答应他呀 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你跟他离婚多少年了 你跟他离婚多少年了 再说你现在不是有孙东强的吗 我跟孙东强就是朋友 就是那种挺要好的普通男女朋友 比谈婚论价差得远去了 张经理我告诉你啊 别犯神经病啊 你就算是对孙东强不满意 你也绝对不能和苏凯文去把这个婚给付了 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忘了 当初为了外边的女人 差点没把你打死 你们家那什么煤气管道泄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还没查清楚呢 我当时也是瞎猜 你说他不至于吧 行 那他用什么离婚不离家 没有一纸婚书的约束 说不定两个人还能感情复燃这一套 骗得你把婚离了是事实吧 然后人家转手 把骗到手的房门钥匙给换了 你在门口敲门 哭得死去活来的人 又是不开门 这是事实吧 是不是 就你 傻的拿个棒去就当真 那 那是因为当时 妈领的女明大帮冲过来了 他敢开门吗 再说我也没当真呢 是不是 我当时对他是真死了心了 我才离得婚了 那我听你这意思 他有点心又活了呗 是 你看他都给我道歉了 他千赔不是万道歉的 他说呢 当时呢 想着白跟那女的甩了之后呢 就找我复婚来 那女的特难缠 使劲缠着他就不撒手 到最后 是两家大人都参合进来了 事越闹越僵 他也就不好意思找我 不是 你信哪 那当时不是 妈和大姐都去 把家家爷爷和奶奶 数了一通吗 你别把我们家凯文给骂一通 我听你这意思 还是我们不对了是吧 还有我们家凯文 我们家凯文 你真够气人的啊 不是你让我们去的 而且你你你必须要听我的啊 这苏凯文 这次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 打什么主意啊 我都四张了 他能打什么主意啊 再说咱们家也没有谁 有利用的价值啊 好 就算是苏凯文 他这次是真的想跟你过 那也是没地儿鬼混 没人收留他了 他才来找你闲磕牙 你不了解他呀 像凯文那么风陋翩翩 那么潇洒 那么有文化 那么有知识 那么风趣那么幽默 那么会谈恋爱的男人 还怕没出鬼混去啊 他一个眼神就能勾到一大帮 你说要不当初 我这么挑剔的人 能跟他一见重情吗 打住吧你 家家的赡养分一托就是半年 亲闺女都不管的人 是人吗 她 她也没全部管呢 刚才她还问我呢 家家的事 我跟她说 你这次托那个人吧 不靠谱 家家专业可没通过 她听了也挺着急的呀 我托的人不靠谱 你咋不说你们家家家 专业实在是不行呢 家家专业实在不行吧 那是共所周知的 要不怎么老了不亲 舅舅不爱的呢 行了 你啥事啊找我 没事 你还不愿意呢 你别跟妈说呀 我还没想好呢 真是的 好事谁不瞎掺和 行了 行了 你劝我爸 一套一套的 怎么轮到自己 你就怎么想不开了呢 那紫娟欠林黛玉 请你远离我 别坚听我的电话 我有事跟您说 稍等 那个我说哪儿了 对 紫娟欠林黛玉 就是说天大的事啊 你要放开心 你像那月季说的 你 你 你稍等啊 完了我再给你挂 怎么的 你说什么 千丽要复婚 跟谁复婚 复婚 您说跟谁复 为什么 我这样去找她 我就看见那苏凯文吧 从她那里边 鬼鬼祟祟的就出来了 我就觉得不对 我进去一问 苏凯文提出来 要跟张千丽复婚 她什么态度 您二闺女说 正在考虑 考虑个屁呀考虑 她可真是不要脸 我跟你说 就苏凯文这个人 她怎么能跟她复婚呢 你没劝劝她吗 我说了人不听啊 还阴阳怪气的 让我别告诉你 开会 妈 那啥 万美啊你是老爸 你先说说 我觉得苏凯文 如果真是浪子回头 诚言诚意 这复婚也好 她毕竟是家家的亲爹 你怎么会是家家的亲爹 呀 亲爹又能怎么样呢 离婚之前 把这孩子扔给爷爷奶奶 离婚之后 扔给前妻前小姨子 这种亲爹不要也罢 我觉得孙东强 虽然不是家家亲爹 对家家挺不错的 不错什么呀 她光嘴上功夫 有实际行动吗 再说你不是说过她 挺庸俗的吗 你别断章取义啊 我说她是庸俗的好人 再说了 苏凯文有什么实际行动吗 握着你的手 表示对我的不满 就实际行动了 你说什么呢 我们俩就是握握手 再说你也没说你多少不是啊 听见了吧 没说我多少不是 她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这么多年我把佳佳在身边 她什么事我不盯着 那考学的事 那也不能都是我的错吧 去啥去呢 真的呀 你姑娘没考上大学啊 人家嘛 她没本事 我告诉你啊 赶快把家家去接会去 别再让我扰了你小姨 是临走就临走 反正我们家凯文说了 过两天我们俩一块去 听见没 凯文还看门啊 还 我那妈呀 跟你这么混账东西 还服 服 我都听着我都恶心透了 还凯文 呸呸 真真 二姐 我们就算把家家的事 放一边先不说 我凭我的直觉 苏凯文这种鸟人 是绝对不可能回头是岸的 绝对没有安好心 要不然她为什么一见我就跑啊 那是因为上次在他们单位 你把她骂得那么狠 她看来能跑吗 你求我去骂的啊 你当时还说我骂得不够狠呢 咋子 我和你大姐夫了还骂我呢 那家家奶奶爷爷 跟我妈妈闹得可僵了 你要是跟人父母 你上去下去 我说这脸 这脸怎么见人家那面呢 我跟这这这这苏凯文我跟你说 这个人都太坏了 那头丝我跟头空的 真的 他没有好的也要给你上 你看他咱把话搁这儿 没错 连水鬼都能骗上岸 当然了 也得是那水鬼缺心眼 不 我还是那句话 苏凯文尊用于一万个不是 他也是家家的亲爹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对 大姐说着在理 儿子 你这个妈说一遍 啥 你说的啥 我说大姐说着在理 阿明 我说金秀啊 我们悄悄不回家 是不是你不让回来呀 妈 怎么可能呢 我 金秀 不指望你对桥有多好 你毕竟不是他的亲嘛 但是你有孩子 这人哪得将心比心 大姐 这天地良心哪 这 我从来都没说过什么的 不行 问百姓 这嘴上没说 不代表心里边不这么想 差点就使劲更厉害啊 问百姓 百姓多时尚啊 这都是干什么呀 妈妈妈妈 你这从来没说不上俏俏回家呀 妈 你刚才说那话干吗呀 我我我刚才说什么了 又跑偏了啊 妈 咱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讨论嫂子 跟俏俏的关系 对对对对 求天丽 求天丽去 天丽啊 你得识劝 我听谁劝了妈 听您劝 听大姐的 听石盒 听百姓的 你们一人一主意 是 反正我坚决反对 我赞同 我 都行 天丽啊 她叫妈说 我跟你说 咱且不说呀 这个苏凯文她怎么坏 咱就说你现在这不跟孙东强两人还臭着 真的人孙东强这挺好的 你也说不出来啥呀 听话 我看呢 石盒说的有道理 你就听石盒的 没错 我大姐说的也在理 她是老大呢 哎呀 这不在大小 我就说石盒啊 她考虑的全面 你就听她的 好吗 妈 你那意思说我不给千里好 不是 妈不是那意思啊 万美 对 妈就说呀 你那个动机啊 这啥都是好的 可你考虑问题没有石盒周全 石盒比较周全 你就听石盒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听石盒的 她哪哪都周全 周全好吧 老大呀 你别挑了 你这可不周全咋的 你说你儿子考虑 石盒是不是给你拿的钱 完了 你真正当妹妹的还咋的 你说对娘呢 行 我还 我还 大姐你干吗呀 我从来没有让你还钱的意思啊 那算我赞助懂得的 那我不要 你的钱我肯定要还给你 砸锅卖铁我都还 行了就算了 姐姐姐姐 不用砸锅卖铁 我借你 是的 反正家里没考上大学 那钱放了也没用 妈 你甭拿这个跟我大姐说事好不好 既然您不支持我的事 行 那我也无条件的无原则的 反对您的事 反对您的事 你说个屁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谁反对我也不怕 我自己做主 散会 对 对 你知道 佳佳打电话跟我说什么吗 她说 她不认为她爸 是真心想跟她妈复婚 你说一孩子说这样的话 多可怕 这很正常 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比较早熟 反正我以后要是结了婚 有了孩子 我坚决不离婚 要不这小孩太可怜了 你不用有这种担心吧 这种情况没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那可没准啊 事事难料 别的我不敢预测 可没人敢娶你 我还是可以预料的 再凭我挂了 别别别 别挂呀 说正经的啊 我作为一个男人 站在男人的立场上 分析判断 你那个前二姐夫 提出复婚 一定是别有用心 另有企图 你说具体点 作为男人 复婚就意味着 她将要回到 曾经厌倦的生活当中去 是什么样的动力 能让一个男人 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要么 是跃进天下美色 身感寡淡不及救人 可这种情况极为少数 因为男人 都是心心研究人 要么 就是深受女人的折磨 怀念先前的平淡 再者 就是历尽沧桑 饱受摩难 想拿着旧船票 重回老港湾 可你口中的二姐 既非貌若天仙 也非温良贤惠 你那个前二姐夫 也不像是历尽艳福和沧桑的 要么就是为了孩子 可我感觉她对孩子 也不是那么上心 家家对她的情感呢 也就是一般尚可 那是为什么呢 只有一种可能 利益 利益 那我二姐现在 对她还有什么利益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俩的前史 我也不清楚 但是 你信我的话 绝对没错 你自己看看吧 你们这些臭男人 多无聊 多实际吧 是实在 我也就是跟您 这么坦诚 跟别的人 我才不这么兜底 你这话这意思 我不是女人 性别上是 可性质上绝对不是 你是我的女同学女哥们 不在我的手练范围之内 我跟你说啊 石河还没走呢 这两天我不能过去 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 听没有 好好好 你忙你的我没有问题 对了 你跟孩子们 谈得怎么样了 哎呀 我的妈呀 亲爱的 我都脚打后脑勺了 你说我 我根本就没谈 没跟孩子们谈啊 没谈 你不是说 这次扫墓 是一次有策略的行动吗 哎呀 行了行了 啥策的行动 扫墓就上坟呗 上坟就扫 扫墓 这还不行咱呢 好 那是我误解了 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呀 你 你就只能惦记这个事 你怎么了 又跟孩子斗气了 我跟他们斗气 是他们气我 别急别急 你慢慢说 到底是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都不愿意说这事 我我都嫌低无人 啊 瞧瞧啊 起来了 哦 你说这个千丽气我 气到啥程度 这也不是那个苏凯文 给他吃了什么迷恨药了 这满脑子 这糊涂的 我跟你说 非要跟人家复婚 复婚 这还没听明白 千丽啊 我就是千丽要复婚 你说气的 我跟他说 我跟他哥 他姐还有什么问题 你说 那么劝他 他也不听 还说那孙隆祥 这可不好 那可不好 人家咋的了 你说你 你要跟人家复婚 你说 就说人家不好 说你这个那个的 还有我们家这个百山 你家纯粹是个我跟你说 那个说笨蛋糊涂蛋 我说 我说你看 你来的时候 你可别拎着你家 那个媳妇那个金星 这一开门 我一看 这后皮跟来了 你说是 家丑不可万扬 这一点 俗话是吗 对吗 是不是 虽然不是什么大丑 那不啥光彩事啊 对对对 你也同意这观点吧 是不是 你说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都支持你啊 你跟前有人哪 你这么支支吾吾的 妹妹你说你说 你还说什么呢 我还说什么呢 行好 跟左楼挂 晓晓啊 这样子果子我都买回来了 你现在吃吧 您从小到大 什么时候见过我喝过那玩意儿 不喝 那你想吃什么 我带给你买去呀 不用 我走了 走了 回北京啊 不回北京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说给你妈扫墓去吗 我已经去过了 你一个人去的啊 难道不行吗 行 行是行啊 可是说好了 我们一起去的呀 我一时心血来潮 就先去了 瞧瞧吧 瞧瞧啊 瞧瞧啊 瞧瞧 瞧瞧啊 瞧瞧啊 你听爸劝啊 你妈已经走了 她要知道这些年 你一直为她的官司纠结不清 没有自己的生活 她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生啊 她安不安生有什么呀 您老心安理得就行了呗 瞧瞧啊 你听爸说啊 您什么也别说了 我打我的纠结官司 您过您的消停日子 我不打扰您的清静 您也别在我身上 继续发挥革命余热了 好不好 我现在真的挺忙的 虽然我这个忙呢 跟您当初那个忙 性质不同意义不同 也没您当初意义那么大 可是我也不希望 被各种琐事所打扰啊 您要真闲的话 您就去老干部活动中心 活动活动 或者搞搞黄昏恋 消遣消遣 这不挺好的吗 我知道你对爸有意见 可是爸是真心为你好啊 我挺好的 您不关注我 我就更好了 瞧瞧啊 你就听爸劝妈 你都三十四岁了 就把你妈的事情放下吧 权威机构的鉴定书上 明明白白显然了 不属于医疗事故 你干嘛非得叫这个劲啊 我不是叫劲 我是孝敬 我孝敬我那一辈子被冷落 被忽视 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妈 不行吗 爸 您可能不在乎 我妈怎么死的 您无所谓 可能是死是活 您也不在乎 没准死了还更好呢 可我不行 我做不到 那是我妈生我养我的亲妈 他这辈子过得稀里糊涂 不明不白 我得让他死得清楚明白 行了 我要走了 您干什么呀 爸 瞧瞧 您把门关上 您让开 您把门关上 爸 去年我三十四 今年我三十五 去年我三十四 今年我三十五 老妈 走边了啊 妈真走啊 您那路走怎么着 看热闹啊 妈跟你说点事先 行 听说 你坐着呢 你坐着 坐坐坐 听说 要怎么的了 说吧 啥事 昨天晚上啊 我翻了覆去的 我心思千里这个事 我心思 还顺着呢 老妈 是不是千里反对你的事 你这立场就动摇了 两码事 我觉得你大姐说的有道理 你不管怎么说 苏凯文呢 是家家的亲爹 是不是 你再怎么对 他也对家就好 你就拿这个金秀来说吧 那家拍着星谱 我怎么家都 翘翘怎么 那毕竟是后马呀 翘翘多可怜 你看你哥 真的 我这可怜我儿子 那想归那想的 我跟你说傻了 妈呀 这两件事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苏凯文不可能为了 什么重新当回家家的亲爹 他和千里和好 他复不复婚 他都是家家的亲爹 这这 这改变不了啊 绝对有其他的目的 啥目的 具体什么目的我也说不好 反正不会是真心想要和千里和好 妈呀你知不知道 这男的呀想复婚 通常只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 现在这个女的呢 还没有自己前妻漂亮 第二种 就是受够了别的女人的气 想起了前妻的贤良舒德 第三种 第三种 一切不顺利 夹着尾巴想回老窝 您说 苏凯文属于哪种 你的看法 这当也不是我看的 是我一男同学 站在男人的角度 帮我分析的 哪个男同学 要能跟你说这儿呢 音乐 词曲 李宗盛 不离分 不离分 多么的认真 认真的我 独自演完这场幕后曲 又来了一个人 弹琴给我听 用轻声说要爱我一生一世 不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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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熟悉 幸福来了吗 我可有力气走过去 是指连着心 指尖撩动了谁的记忆 你隐藏着白 我隐藏着黑 是不曾释怀的过去 是指连着心 指尖说出了我们的秘密 你的努力 我的努力 别录痕迹 我们在音乐 我们更为灵录不离分地 我们更为灵录的未负 我们更为灵录不离分 灵录不离分 我们更为灵录不离分地 这种人 应众不离分地 有录有录的我们修认 那一年能下提过来 我们更为灵录不离分地 只剩我一人 弹琴给自己听 时间到了吗 我应该留下 泪一滴